上海解封了 風景人到了 現在讓隧道開爆 還要解封了 這一天我們都探望了很久 但好像又封回去了 當然你也可以說上海沒有封城 而是全域靜態管理 總之這集我們要來聊聊封城這件事情 封城是否有效 代價是什麼呢 為了支持好內容 讓我們先進段小廣告 會考剛結束 究竟要考學生什麼樣的能力呢 素養強調活用所學的知識 進而解決各類生活問題的能力 因此廣泛閱讀習慣 以及閱讀理解力將是決勝的關鍵 可是要如何提升科學閱讀素養呢 哪裡有讓學生讀起來有趣的好內容呢 家長、學生以及老師的需求 范科學收到了 科學生線上閱讀平台 由范科學、南醫書局 以及科學月刊協力 打造適合小學高年級到國中的科普閱讀素材 搭配學校進度、延伸學習 閱讀後立即檢測理解程度 精準掌握關鍵資訊的應考能力 歡迎點開資訊欄了解更多 首先來看看兩年前的武漢封城 人與人的接觸交流是在人類社會中再頻繁不過的事情 同樣可藉由空氣飛沫傳播的COVID-19 也就透過這樣的交流流竄在不同人身上 這百年一遇的疫情降落在 2019年底的武漢 面對最早的武漢原始病毒株 R0值在2到4之間 與流感病毒相近 症狀卻嚴重許多 致死率約在2% 在2020年1月23日 人口1100萬的中國湖北省省會 武漢市當天進入了全面封鎖 也就是封城了 在10天內進行全程PCR篩檢 這成就了中國封城 加上全面檢測的清零黃金手段 封城的用意是什麼呢? 目的就是為了要減少接觸者 中斷病毒傳播的路徑 這點在中國進行的非常嚴格 不僅出入設置障礙 對外交通、飛機、火車全部停止 居家小區也都封鎖緊閉 而搭配封城的另一個措施 就是大範圍的核酸檢測 也就是PCR檢測 像是2020年5月 武漢通過10天大會戰 對1100萬人口進行全員檢測 這樣嚴格謀求動態清零的措施 成效如何呢? 武漢在76天後解封了 遺憾高度通道 有序回復 遺憾高度 但兩年後 Omicron來了 我們知道Omicron R0值大約在10左右 雖然傳染力強 但多數症狀比較輕微 主要是上呼吸道感染症狀 侵入肺部的機率降低 這些特性我們在先前的影片都有提過 這樣的特性可以看到中重症的機率 比先前肆虐的Alpha或是Delta來得低 加上各國疫苗接種覆蓋率逐步提升 多數國家也就改嫌益測 改為與病毒共存的防疫政策了 而中國就在此時 上海仍持續使用過往的組合拳 封城加上全面檢測 3月27日 最初官方原先宣布僅實施5天 但最後持續封城長達2個月 封城是否有效? 代價是什麼呢? 我們盡量以科學期刊的論述 減少先入為主的政治觀點 單純利用研究中使用的模型 客觀來看封城這件事 我們要看的是這篇5月在Nature Medicine刊登的文章 標題是 《中國的SARS-CoV-2 Omicron病毒株傳播模型》 這是一篇來自上海復旦大學公衛學院 美國印第安娜大學 和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的專家研究 科學家利用3月初上海Omicron爆發初期的相關數據 建立了數學模型來模擬預測 若是採取封城的手段或是取消動態清零政策 對於Omicron疫情在整體社會的負擔會有什麼影響? 像是病例數的增長預測 需要住院以及重症的患者人數 或是死亡人數等等的預測數據 而為了讓模型更接近現實 也必須考慮不同特定年齡的疫苗覆蓋率數據 以及針對不同的疫苗功效造成的免疫效果做出調整 預測才更有效可信 結論是 研究預測如果中國取消動態清零政策 在這波Omicron疫情恐將面臨150萬人死亡 以及1億1200萬人染疫的風險 怎麼會這樣呢? 研究發現 儘管2022年4月的時候 中國疫苗接種覆蓋率已經超過90% 但考量到中國主要施打的疫苗、科興和國藥 雖能降低Omicron造成的重症和死亡率 整體來說能誘導的免疫反應 不足以阻止Omicron流行 預期會導致1億1200萬人染疫 再加上根據模型預測全中國範圍 中國在疫情未來6個月的期間 特別在5月到7月的期間 可能掀起Omicron確診病例海嘯 預計重症加護病房 ICU的病床需求會高達100萬張 也就相當於中國現有6.4萬張病床的15.6倍 估計病床短缺的時期將持續約44天 並可能導致155萬人死亡 研究人員也指出 中國人有5200萬位65歲以上的民眾 沒有完整接種疫苗 這個族群估計死亡人數達120萬人 佔整體確診死亡人數的4分之3 這篇研究可能解釋 以目前中國現狀為何人需要反其道而行 若是直接放棄動態清零政策 可能會面對更大的問題 疫情的盡頭是封城還是自由 坦白說沒有人能夠完全預測 相對於中國的嚴酷手段 2022年2月英國首相強森 在下議院發表談話時 宣布了與新冠病毒共同生活的計劃 在各種形式變化下 人會有各式各樣的反應 有些人覺得已經準備好 認為被限縮的行動自由比起染疫更嚴重 也有人擔心這一切放得太快 生怕一發不可收拾 畢竟人無法離群所居 每一個個人選擇的疊加 都會影響疫情發展 透過了解Omicron的感染機制 為何Omicron感染後症狀較輕 以及可能造成的後遺症 才不至於掉以輕心 認為症狀較輕 就不會有Long-Covid的風險 充實相關知識後 選擇符合自身需求的做法 同時考量整個社會的最大價值 考驗著我們的集體智慧 我們知道在嚴厲的封城下 往往會造成二次傷害 例如我們看到上海這次的情況 令人觸目驚心 在權衡之下 如果你能決策 你會選擇哪條路呢 是所謂的痊癒靜態管理 入戶消殺 還是放鬆管制 讓醫療資源接受更大的考驗呢 如果你有其他想法 歡迎與我們分享 好的 以上就是本集的內容 記得訂閱PanSite辦科學頻道 開啟小鈴鐺 加入我們的頻道會員 鎖定更多精彩的科學心知 科學議題 我們下次再見